一個星期有過去 不過不好意思 這個星期只有一段影片 因為有些事我要先處理 所以唯有將這段影片整長一點 一次過介紹8月9月 Xbox Game Pass的新陣容 然後這個星期也會有多兩三段直播 同大家一起玩遊戲 希望可以保持將遊戲的樂趣給大家 首先一開始 我們剛剛經歷完科龍遊戲展 但是遊戲展的狂潮是遠遠都未完 甚至乎有個已經近在之尺 他就是即將在日本舉辦的東京電玩展 我都很推介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真的要親自去一下 不單因為他和台北電玩展 都是最近我們的遊戲展 而且他亦會有很多不同獨家的遊戲demo Cospeller 表演 甚至乎未來遊戲界的棟梁 都會在日本東京電玩展裡面 擺攤位展示他們的作品 分分中你看到的學生 就是下一個小島秀夫 或者宮崎英高 不過再直接一點的原因就是 下一年有魔物獵人放東西 科龍遊戲展都有demo 你覺得作為他們主場的東京電玩展 會不會沒有一個超大的booth 然後有很多試玩攤位給大家 所以今年的東京電玩展是很值得去 不過如果有想著去的朋友 應該已經買了機票 Pan好行程 因為今個月月尾就是 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我關於東京電玩展的詳情 就是例如要幾點排隊 要做好什麼的準備 去到什麼攤位等等 你都可以看回我上一年的影片 有詳細介紹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很不幸運 今年的時間表撞了 但是完全去不到都不要緊 因為大部分的遊戲直播和展示會 都會同步在網上舉行 而作為Xbox玩家最關心的 東京電玩展直播 也都已經有詳情了 就會在9月26號港台時間 下午6點鐘 官方YouTube Channel 舉行 而且有繁體中文的字幕 而我當然都會製作一段獨立的影片 和大家一起整理今次的直播會 不過我最想的當然是開直播 和大家一起看今次的直播 不過月尾的話 就真的要看到時候工作的安排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無人心胸最新的世界update Part 1 然後他們又有新的免費update 最新的免費update 水瓶座就會帶大家去釣魚 等等不要嚇著 在太空釣魚是不同的 以及不單是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星球 甚至乎是在不同的宇宙 釣到的魚都是會不同 有些最珍貴的魚 是會躲在最遠的星球 你找到牠之後 都還要釣得到牠才行 所以喜歡收集的朋友 就真的可以慢慢玩 不過釣開魚的朋友 都很明白一件事 就是釣魚最重要有裝備 雖然暫時有trailer和官網 看到釣竿只有強化版 但就沒有些很仔細的客制化選項 不過你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移動 釣魚平台 讓你可以漫步在湖的中間 慢慢釣魚 沒有人打擾你 不過如果你的興趣不是釣魚 純粹是想吃魚的話 你都可以建立自己的自動捉魚陷阱 捉完一些魚回來 還有全新的食譜 專煮魚類的菜式 而當然 每次免費的update 都會帶著一個全新的冒險 今次就是為期六個星期的冒險 讓大家加入水瓶座探險隊釣魚的過程 完成之後就會有獨家的獎勵 所以這次update的重點真的是釣魚 上一年Xbox Game Pass JRPG遊戲海最厲害的其中一款作品 聖志海 雖然可能有不少朋友會覺得這款作品是Overweight 同類遊戲裡面其實有不少更好的作品 不過毫無疑問 它始終都是一封寄給傳統JRPG愛好者的情信 它不知不覺原來已經推出了一年的時間 所以他們都覺得是時候推出全新的DLC 在這個圍繞著魔法時鐘的世界裡面 用全新的角色體驗全新的關卡 而我們的主角甚至還要面對自己的複製體 當年星之海其中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同伴的數量不是太多 所以DLC就加入一個全新的機械人同伴 可以用科學的力量壓制敵人 而繼承回星之海這麼有特色的戰鬥系統 這個全新的機械人同伴 也可以透過QTE的系統加強他的攻擊能力 不是好像傳統回合制JRPG 比原子令只看表演就行 不是這回事 不過我會在這裡介紹當然沒那麼簡單 因為今次的DLC是完全免費 我自己都幾驚訝 因為這間工作室其實真的是獨立的遊戲開發者 他們的DLC的規模 又有新故事、新舞台、新的BOSS、新的角色 這種規模的DLC 外面工作室大多數都會收一個不便宜的價錢 但他們竟然是決定將這個DLC免費給大家 那我想這些就可能真是純粹對於JRPG的愛 那麗牌的看GameHust一抽新的陣容之前 怎樣都要和大家看看 XBOX GameHust會員的免費權益 這些會員權益只是限於Ultimate的玩家才會有 首先冰上曲棍球24就會有一個新手包 當中包括10件道具、5個黃金球員和500點的點數 而跟隨著Season 1update的步伐 第一繼承者XBOX GameHust的玩家也都會有免費的外觀組合包 當中的一個背囊如果在真實世界好像都會幾漂亮 之前介紹過的免費MOBA類遊戲 先鋒 他們在主機的平台舉行Open Beta 也都很肯扔錢下去宣傳 Ultimate的玩家是可以直接解鎖10位的英雄 和獨家的Skin和Banner 試了這麼多個不同英雄之後 你就可以快人一步 找到自己最喜歡最舒服的角色和定位 最後不厭其飯都要再提一次大家 在2025年1月31日之前 GameHust的玩家是可以免費得到 女神二汶六三reload的擴充通行證 即是接下來9月10日推出的愛麗絲篇章 大家是可以免費玩得到 所以沒理由不利用的 大佬免費的 然後就是即將離開Game Pass的遊戲陣容 今次離開的作品都很多元化 有年貨的運動足球遊戲 有密集恐懼遊戲 也都有超現實拍車課程 不過我最推薦的大概都是以下這三款 第一就是Spiderhack 是一隻訓練蜘蛛仔 成為絕地無事的本地或者線上合作對戰遊戲 史萊姆農場二就是一隻壓倒性好評 表面上是收集史萊姆建立農場 實際就是你給很多很有趣的史萊姆 運作在遊戲中的模擬經營遊戲 而最後一款Pay Date 這個IP是很多玩家童年的經典 無論是好是壞 他第三款的作品都推出了整年的時間 也都差不多是時候要完結他們第一天登陸Game Pass的旅程 雖然他仍然都是維持在大多負評的狀態 但是起碼他離開之前 大家都可以回去 懷念一下以前一起吃大茶飯的日子 最後的最後就是Game Pass 8月份和9月份最新的遊戲陣容 究竟有什麼遊戲呢 很多朋友都會留意到最近Game Pass的update 遊戲數量方面是比較少一些 但我覺得加入的遊戲質素都是有差不多 不過這件事是好是壞 但是我們要看久一點的時間才知道 也都歡迎大家在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最近Game Pass的陣容 今天是好了還是不好呢 Anyway 我們立即開始 第一款的作品 Atilage Fallen 我這款作品我玩過直播過 但是望真點 沙之王國 沒錯 原來他一加入Game Pass 就是以終極版的身份來加入 即是會有更多遊戲的內容 亦都比原本的版本有更強的強化 首先回到遊戲本身 它是一種中等以上的動作遊戲 不是現在全世界都是的魂系遊戲 而是一種比較傳統的動作RPG作品 這遊戲當時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可以在空中瞬間移動和滑沙 雖然在滑沙的過程中 你不可以用武器和進行攻擊 但是滑沙的感覺看上去真的蠻棒的 還有當時他戰鬥的視角效果和演出都令我蠻驚喜 特別是儲滿三個level之後用的終極技能 用來解決BOSS真是贏到八得了 雖然用完之後他會禁機 但是感覺是良好的 戰鬥機制方面就okk啦 都是一些隔反閃反那些 隔反的過程可以慢慢凍結你的敵人 是很重要的玩法 技能不算少 但是好看又實用的 只有某幾個 武器也只有三款 這是比較可惜的 不過他可以收集不同的精華石去配搭技能 玩出不同的玩法 雖然在戰鬥系統都有一定的深度 但是就不算好深好闊 而他們的終極版其實跟普通遊戲有點不同 沒有包含任何的DLC 不過就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免費的update取代了 例如有更加大的地圖 更加新的敵人 新的任務 新的難度 以及最重要 新遊戲家 他的主線關卡和故事 甚至乎是有重新製作 是會有不同的 雖然其實我是想玩回的 但是我之前是在Steam買的 那我...我...我...我怎麼拿這個全檔呢? 難道由頭打過嗎? Anyway啦 以遊戲內容來說都算是挺豐富 而且現在你是可以跟另一個玩家一起玩 原本遊戲大概要15-20小時才可以打完遊戲的主線 現在有朋友幫助之下 可能可以更加快解決啦 那如果你想找一隻跟朋友一起過關 難度不是很難 但是玩下去有多爽、多盈棍的遊戲 那Atlas Fallen 沙之王國就適合你們啦 每次Game Pass的陣容裡面 都會有一款獨立遊戲 或者Early Access的遊戲啦 Core Keeper 核心守護者就是今次的代表啦 不過其實去登陸Game Pass的那一天 就是他們變造正式版的大日子 所以都算是另類的Day 1 Game Pass 簡單來說就是 以一些像術風扇受入作 開放世界生存工藝 探索建造沙盒冒險遊戲 是一隻典型的精神時光屋作品 你可以探索地動、打理花園、釣魚、煮食、採礦、打波士、建造基地 甚至乎建立自己的伺服器 但重點是這隻遊戲讓你用自己的步伐 去跟這個世界互動 然後沉浸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想做什麼,那就做什麼 而萬一你想不到做什麼好的時候 這個世界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任務和互動 等著你去完成 等著你去參與 而這些遊戲最好就是有朋友跟你一起玩 這隻遊戲是可以舉行一個 最多8個人線上合作的遊戲 如果Game Pass的玩家和他們的朋友在Grandon這些3D殺合生存模擬遊戲裡面 玩到有點悶的話 也不妨來到Core Keeper這種2D像素風格的遊戲 體驗一下不同的畫面、不同的遊戲體驗 雖然今期沒有介紹 但其實現在Game Pass Ultimate和Core的玩家 都已經可以玩到雪地奔馳這款這麼Hardcore的駕駛模擬器 但如果你忍夠了 不想再忍受地燃和地心吸力的限制 那你就是時候突破天際 邁向宇宙 迎接我們最新的Day1登陸遊戲 星際貨車啦 跟它的名字一樣 都是一隻太空貨車的模擬遊戲 大家可以用第三人稱 駕樹貨車遊歷這個這麼豐富的宇宙 不同的星系、不同的太空礦場 甚至乎星際基地 這麼浩瀚的宇宙裡面 總會有你欣賞的風景 不過搞清楚 你是一個貨車司機 運貨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務 而在運貨的過程裡面 就算你擺脫了地心吸力的限制 你在這遊戲都是避不開真實駕駛的模擬體驗 因為無論車也好 太空船也好 意外總是會突然間發生的 而在星際貨車這款遊戲裡面 大家就不是這麼過濟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你是真的要用第一視角 慢慢在你的車裡找找找 甚至乎穿上太空衣 去到外太空裡面 完成你的日常維護工作 例如入油、換電池、救火、維修等等 甚至乎拍攝太空站的時候 你都是要用第一人稱的角度去對準你的對接艙 但沒辦法 駕駛本身就是一種責任和承擔 永遠都不會容易 但起碼外太空這麼大 被人撞或者撞到人的機會都少 所以星際貨車這款遊戲 相對地應該是容易一些 而且還要有美景 之後這個 雖然我是整XBOX影片為主的頻道 但我也真的不可以不吐槽一下 做什麼Call of Duty的試玩 都放在Game Pass的遊戲陣容裡面 真的有點奇怪 那Call of Duty最新一集Open Beta的感想 之前影片已經分享過 那我就不重複了 亦都直播過兩次給大家看看 不同新的地圖、新的玩法 和一個飛來飛去的新系統等等 所以現在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 那究竟等到的是Call of Duty 王者回歸 還是有一次的炒粉呢 那我玩完Beta之後 我都相信應該不會是後者 然後同樣 神話世紀都是之前影片已經介紹過 也都詳細分享過我對這遊戲的看法 所以我就不重複 簡單說一說就算了 它是主打利用不同神的力量去征服戰場的經典即時戰略IP的強化版 無論你是初學者、系列的粉絲 又或者是即時戰略的專家都好 這遊戲都會帶給你不同程度的滿足 而如果你喜歡神話故事的話 這遊戲更加有50個單人主戰的戰役關卡 還有故事給你慢慢玩 所以神話世紀retort是一款我多推介 今年第一方做得相當不錯的作品 之後這三款就是9月份加入的遊戲 打頭陣的火車模擬世界是一款很神奇的作品 因為你打開這款遊戲見到最多的是 另外付錢的路線 沒錯 這個是系列的特色 它本體是一個價錢 然後不同路線就會拆開是不同的DLC去賣 不過老實的 它本體遊戲加上不同DLC的組合包 價錢方面其實都還好 不算真的很過分 但是火車模擬世界接近每年都推出一款新的作品 對比價錢大家可能會更加關心 究竟它會有什麼進步和進化呢 我先看看官方 好像… 有的 而且還要多獨特、多仔細 提到火車模擬器 大家第一印象 當然會想去做火車司機 又或者做乘客也不錯 也有不少遊戲有這樣的選項 但是今次火車模擬世界5 就會給大家做站長 要檢查不同乘客的車票 維持月台的秩序 我已經立即幫製作組想到兩個DLC的人選了 也就是在日本上班時間的上野站 不僅要逼乘客上車 有時候還要捉完癡漢 又或者去到高雄的捷運站 為等車的乘客唱首歌 火車模擬遊戲 讓你玩到變音樂遊戲 夠了突破吧 但是除了這一點之外 火車模擬世界加入的東西 就真的不算很多 真的有新的影像模式 有更加人性化的設計工具 還有道路選擇系統 也會有更加好的畫質 雖然說這隻作品就理情我願 但是我覺得 每年推出一款新的作品 然後每次改善的東西 都不是很多的時候 這個做法好像是有點不好感 不過Game Pass的玩家就不用想 那麼這隻遊戲第一天推出 就已經在Game Pass裡面 剛才都有提及過 Game Pass Core的玩家就有 Slow Runner這款遊戲 那Game Pass Ultimate的玩家 本身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當然會有 這一個系列的最新作品 遠征 遠征是泥地賓磁系列的最新作品 主打的是越野駕駛模擬遊戲 是一隻真真正正正Hardcore 如果Slow Runner只有A級難度 那遠征絕對是S級難度的大佬中的大佬 因為他的地圖裡面包含了 更加更加多看上去 根本不可能走得過的地形在裡面 不過工作身都還有些人性 他都在新遊戲裡面 加入了不同的工具 例如板手、千斤頂、撈點等等 增加大家的容錯率 同時幫助大家挑戰不同困難的地形 不過好不幸的是 這款遊戲推出至今的評價都不是很好 除了說有Bug或者任務進度卡死了 這些剛剛推出時候有的問題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就因為他真是太難 難到連系列的粉絲都覺得 嘩我真是搞不定 尤其很多新的工具 很多時候都真的不是太有用 或者幫到整件事 令到很多人連挑戰都不想挑戰 因為真的難到一個地步是不太合理 不過暫時所見 工作室沒有因為這些負評就受到打擊或者放屁 而是推出更多不同的內容在C1的update中 會有更多不同的工具、車 以及給大家發掘地底的動員去找保障 聽起來是不是很有趣呢 但C1是要另外付錢的 不過都不用灰心 製作組又給一些免費的更新 不同的玩家會有新的車、鱷魚 以及GPS的追蹤工具 以及直升機的停機瓶模組等等 讓大家更容易找到不同的物資 以及瞬間轉移到其他車 所以如果你對於你自己的駕駛技巧、駕駛態度 以及駕駛耐性有很大很大的信心 遠征、黎靈奔馳這款遊戲已經登錄了Game Pass 有一大片的方法等著你去挑戰 而我作為一個連車牌都沒有的人 可能都會去挑戰一下 最後的最後 現在提起Ubisoft大家第一時間想起的一定是驗賞 以及政治正確 但其實上一年的Ub仔是推出了一款 很獨特、很有潛力、很自由自在 我很喜歡 亦都是我們今天最後要介紹的遊戲 極限公和歌 那時候我會這麼期待這款作品 最主要就是因為工作室的上一款作品 極限巔峰 我玩完 我明明是一個不多玩滑雪遊戲的玩家 但玩完極限巔峰之後 我都覺得他真的做得很好 而今次的限公和歌可以說是這款作品的全面強化版 他仍然都是一款極限運動的開放世界遊戲 但就已經不再只限於滑雪 他還有爬山單車、空中飛鼠裝 甚至換火箭、噴射引擎一飛沖 收錄的極限運動數量是真的幾誇張 然後還要在同一個開放世界 飛來飛去、滑來滑去 那真是難怪這遊戲叫做極限公和歌 模式玩法方面 他有分開競速、霸術的計分賽 以及一些活動的玩法 例如唱極對戰等等 同一種運動的競速 是可以多達50個玩家一起開始 整班人一起衝出去 然後一起炒車的畫面 真的很棒 另外也會有一些挑戰玩家 全能性的比賽 去到指定check point 就會變成其他的運動 讓你一次過玩完不同的極限運動 遊戲的體驗是相當多元化 但是如果你不想和人鬥過你死我活 只是想找個地方好好感受極限運動的快感 那他是有整個開放世界的大型地圖 讓你自由發揮 繼承極限巔峰的優質體驗 他在操控和速度感的表現方面相當出色 手制的震動和回饋也很充實 無論在普通的駕駛和花式操作方面 都會有兩種的模式 新手玩家可以輕鬆駕馭不同的花式 而高手玩家也可以很仔細地操控 做出理想的花式組合 如果你已經挑戰了全部的路線 稱霸了所有的比賽 或者你是時候就要自己弄一個 他們在季度10的update裡面 已經加入了賽道的編輯器 那如果我個人最喜歡這款作品 一定是可以自由轉換第一和第三人稱 因為用第一人稱 踩單車衝下山坡的時候 真是會爽到痴善 你是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 真實的速度感和山路的起伏 根本就像平時大家上網看那些 極限高手的挑戰影片 這個玩法真心推介大家真的要試一下 以及UB仔 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season pass DLC等等 例如他最新加入的滑板 和長版這兩個運動都是放在滑板的DLC裡面 那用原價買這個DLC 當然是有少少貴 但是UB仔你都知道 常常都特價的嘛 所以如果你玩完極限共和國之後 覺得這個遊戲真的很吸引的話 不妨考慮在特價的時候 買他的DLC 除了因為花式滑板就好像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就是這樣 以及UB仔又加入了磁浮滑板 這些那麼瘋的東西之外 UB仔還在這次DLC裡面 加入了其中一種最危險 但是很狠型的極限運動 長版速乾 在一個現實裡面 真是很多高手挑戰的運動 你真是沒想過滑板 原來可以這麼快 這麼爽地辭聰在公路上面 所以總結來說 他就是極限運動遊戲的 Forza Horizon 神操作和花式或者不是同類遊戲中最細緻的一款 但是如果你想最純粹感受極限運動的爽 和無限可能性 極限共和國真心推介 以上就是今期的影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都喜歡這種形式的分享 記得留言、讚、分享我的影片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搶先看 那今期的影片就到這裡 就這樣 拜拜 下次 哇,不行了 好慘 神經病